他即时想得到这种刺激 在家里也得到了 于是他在外面又想会 他又变得开放 很开放的 当我们听到这些 其实是很悉悉 很病态 很污蔚 是一个很邪恶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很少纯情 很少单纯的 但耶稣就在这个时候来到 他就在这个经文 我们今天所看过的经文 《路加福音》第二章 那些牧羊人看羊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旁边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神的荣光 当神的荣光来的时候 是充满了圣别光明和喜乐之外 昨晚我和那个人在电话祈祷 他也说经历了一种 他说我没有能够形容那种 喜乐和爱和平安和轻洒 他说真的非常好 他在1993年经历过 他说昨晚又经历了一个 新的层面 他就觉得非常好 我鼓励他 你可以帮很多人 很多人接触过实行教的人 你可以去帮助他们 神的荣光来到 是非常美好的 就是真的 就是好像我现在来说 我觉得我的生命 可以祝福很多人 你都可以的 刚刚前两三天 有个人又问我 关于圣灵的工作 就是内中 就会有一个人 就会问一下我 关于这些事的 那我又继续去帮他们 对他们生命的鼓励 如果你们都是 好像我这样 有这种心态 但是你说我 不仅是我自己 而是我祝福人的时候 你就有荣光 就是你身上有荣光 发出来 就是人家看到 哇 就是你身上有能力 那你说我没有你这样的能力 其实你只要肯 你就可以有这种能力 你去过天窗 杀人祈祷 你都会发觉有这个能力 如果我们有这个信心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带着那种能力 只要你心愿意 还有有时你没有做到 但是你可以帮我 就是将来当我们这里 有复兴聚会 或者我们去四围带领的时候 你帮我的时候 你的生命圣结 一定要圣结 为什么呢 到我领聚会的时候 那些人说 哎呀我现在有很多罪的问题 你帮一下我 我也是的 那你怎么帮我呢 但如果你说我曾经是 不过我现在圣过了 我告诉你神怎么帮我的 那你就可以告诉他 当你有神的平安 你真的会有喜乐 你每天都赞美神 主耶稣 多谢你 一路感谢主 哈利路亚 如果你不死得念 只要念哈利路亚 当你一唱 神的喜乐会来到 神的荣光就在你身上 越来越荣耀的 我希望大家都渴慕 耶稣这个救恩来到我们身上 神的荣光来到我们身上 那这个荣光第一步 就是什么呢 天使对他说 他要拒怕 我报告你们 大喜的信息 一个最开心的消息 从来没有一个更好的消息 你想想 对比 当一个人收到消息 医生告诉他 你有herpes 这个是什么消息 哇 真是极坏的消息 因为以后他身上都要带着这些菌 除非他不告诉别人 他告诉别人 谁肯和他有性的关系 他说死了 我以后都不可以有性的关系 人家不知道 除非人家不知道 就是 其实是一个 一个罪恶 就是将他的罪恶解露出来 因为那个后果是永远回不了 这个也挺惨的 因为它是VIRUS 那个女性的病毒 潜伏在身体里面 永远堵不住 他潜伏在里面 他到时到后 他又会再爆出来 也有很多人 爆越重要 有些人就没有东西 但是他里面潜伏着这种菌 神给我们 不是这样的消息 是一个很好的好消息 非常美好的好消息 超乎所有的坏消息 就算这些人在病之中 他也可以得到释放 但我想提醒你 如果你看到一个同学 有时你看不到 很多一粒粒在他身上 你小心一点 你可以关心他 不过你小心 先不要接触他 如果你身上有伤口的时候 那些菌就可以来到你那里 你自己都小心 其实在巴士上 有些人不知道他身上有什么 我们要保护自己的身体 这就讲到这个好消息 给我们看这个世代 就是关乎万民全世界 因为在大卫的成女 为他们身为救主 耶稣就是救我们 脱离这些败患 这些罪恶 魔鬼的捆锁 魔鬼会一直将人捉去 但耶稣会救我们 而那些天君天使 当时就在天上唱歌 赞美神 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堂 真是很美好的 他们在那唱诗赞美神 非常之美丽 这帮陆荣人 就听到这些诗歌 我也很想听到 他就说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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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创造天地埋物 即使我们唱一首 无言无语 看到神的荣耀 我觉得很漂亮 神是很美丽 我一直唱一首 神啊很美丽 你经常在想 神的美丽 你就会自然喜乐 在地上 平安归于其所欺悦的人 他的平安就归给我们 当你信靠他的神 你就有其所欺悦的人 他的平安就归到你身上 希望这种平安来到他身上 而那些牧羊人 他就将天使的好消息 就传开了 就告诉别人 那些人 很多人听到之后 就非常的诧异 就开放他们的心 等候耶稣来到 那我们都可以有这种荣光 那我说一说昨天 这个人 他跟我分享的事 他两件事分享 他两件事 都是跟魔鬼教的人接触的 而我觉得是神很大的恩典 神在他身上的工作 那我问他 为什么你会信到耶稣 他说 因为我呢 很多人追求魔鬼教 是有不同的原因的 那有些呢 就是 那有些人呢 追求魔鬼教 他们就说 我想漂亮些 那里不要去 不要去那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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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是最重要的 不可以真的在这里的 有些人追求 有些人追求就是为了漂亮 有个女孩为了漂亮 他说呢 我想魔鬼给我美丽 那有些人追求 想为了钱 有些人为了享受 那真的可以做美丽 那真的可以做美丽 他想了 他不是代表 但是这个女孩 是 自杀死了 非常恐怖 你想找魔鬼解决这些问题 根本 那些人想而已 因为魔鬼教他 用不同的方法去吸引人 他就说他们几个人 就在一个时候 他们计算 那些星球的alignment 就是那些 那些 排列的时候 他在某一个时候 那个时候 他觉得 这个 这个是什么原因 我不知道 我会再去研究一下 到底这个和魔鬼 是否在 某些星球排列的时候 有关系的时候 他的能力更加大 那他就在那个湖附近 就画了这个五角星 五角星就是魔鬼教的符号 是不是跟 大卫那些 不是 大卫那个六角星 大卫那个六角星 那他就每一个人 他就说 这个就是保护他们 就是这个五角星 就是保护他们 就是他不能走开那个位置 那他每一个角 他就会读一句 魔鬼圣经的那句话 但是魔鬼圣经是不好的 就是我们不要去找 魔鬼圣经看看 他什么不好 那他读呢 他说他还没读完 他就看到 那个湖就有 一样东西出来 他说起初就像狮子那样 但是跟着就变成了人形 他说外面是光的 那那个 女人呢 就看到 哇 很漂亮 他就忘形 他就跑了去 他就离开了那个五角星 当他跑的时候 这个人呢 他就伸开了手 他伸开了手 他伸开了手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袍 一伸开了手 他就一抱着他 跟着呢 那个女人呢 就大喊 跟着他们见到他 就是怎么样呢 后来见到他 就是做完一切之后 全身受伤 好像被人找伤那样 那样 而过了后来没多久 这个女人是自杀死了 这个就是当时他几个人 他所发生的事 他过一次这个经历 那就是 不许 感谢观看